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有三个主要的方法可以来 我们之前会用来估计这个太阳的辐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卫星 用从卫星资料衍生出来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的优点就是 它很好的 它可以很好的去估计你的 当你的地区是非常大范围的话 它用卫星资料去衍生这个模型 它是很好可以去做估计的 但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所以它在一些可以使用上的资料上面 就会比较短缺 就是它每个可以使用的资料 就来去做分析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的随机演算法 那它这个方法就是用来产生你每天的 那个 就来产生你历史的平均 来做你每天的估计这样 这样 可是它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 你不能做模型验证 当你没有拿到你可用的资料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拿来做验证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透过一些经验的一些关系 去做评估 那这些经验上的一些因素 包括我们的日晒的长度 然后或者是最大最小的温度 然后降水湿度等等 那这些这个方法又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的一些资料是在某些地区是无法取得 像你在急区你可能就没办法取得 你的日晒资料等等的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的方法 这边论文的目的就是 它使用一些柔性演算的一些技巧 然后它想来对这个太阳的辐射做一个评估 那这边论文提到说 你柔性演算的技巧有很多种 例如现在最流行的人工神经网络 或者是基因演算法 然后模糊逻辑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提到AFIS 然后资源像样机还有我们资料挖矿 那这些技巧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处理动态或者是非线性的那个系统 它是一个可以处理动态或者是非线性的一个系统 就是当你不是很了解说 你这个这整个资料 它的底下是怎么运作 就它没一个 你还不了解它那个规则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这些技巧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 有点类似暴力的方法去帮你把它算出来 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接下来就是这篇文献他整理出了许多的研究 就是他像是那个M先生 他在2015年的时候 他使用了SVM跟AFIS这两个演算法 去预测说他的全球的那个太阳辐射辐射量 然后他做出来的结果是SVM是比AFIS好的 然后那个P先生在2015年也做了类似的研究 然后他这次使用的是SVM跟我们之前提到的 就是你用经验的一些那个因素去做模拟这样 那SVM的方法也是优于之前的那个经验的模型 然后那个R先生在2014年的时候 他用SVM搭配上的是你的 Radiopase的一个模型 然后他再去跟你的MFIS 还有你的人工神经网路做比较 然后这个以SVM为架构的那个演算法 也是优于其他两个的 那接下来是欧先生 他在2015年的时候结合SVM演算法 还有我们的萤火虫演算法 然后他用这个去预测你每个月的平均太阳辐射量 然后证明说SVM搭配就这两个演算法搭配是有很好的效果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ANN 他也可以很好的拿来做我们预测我们的全球的太阳辐射 然后还有我们等一下会提到ANFIS 也是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表现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的研究目的就是用我们ANFIS 还有我们的SVM还有我们的ANN这些技巧来预测我们每天的全球的太阳辐射量 然后他这个资料的来源地点是六个墨西哥的城市 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评估他们的准确性 还有他们的表现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拿来做预测的就是拿来丢进墨西哥里面的资料有就是每天的最大最小的温度 还有他的降水还有地外的辐射量这样 好接下来是方法 就我们资料集是取自六个那个墨西哥的观测站就六个个别不同城市的观测站 那我们一开始会先做资料处理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先找出错误的资料或者是一些 极端 那我们会使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分析他的残差 我们会把他的残差标准化然后去做分析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用 核状图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核状图 然后就是可以对一个曲线画出一个 一个核状的概念 然后就可以对核状外的地方做出一个outlier的检视这样 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用来那个 用来发那个发现就是 不正确的资料方法就是我们使用KT这个指标 然后KT这个指标就是你每天的太阳辐射量的强度去除以你的地外辐射的在水平面上的强度这样 然后当你的KT值你的KT值正常是会介于0跟1之间 当你的KT值越低表示你是你当天的气候是云越多 当你的KT值越高表示你那天是非常勤朗的这样 然后我们用这个KT值的指标来做解释的方法就是当你的KT值不在0.015或者是1之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视为不正确的资料 那最后我们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不正确的资料或者是丢失的资料的时候 如果这个资料在当月超过连续5天发生这个情况 我们就会把整个月的资料删除掉 然后当这些资料没有连续超过5天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视为蜜星Data 然后我们就会使用一个叫做PCHIP的内差 那个差值多项式的一个方法去把这些资料做补足这样 有用半年的资料是 总共多长的资料半年吗 总共多长 他文章里面好像没有提到 他只是说说完这些之后 每个观测账的时间不太一样 每个观测账 对因为它是收集六个观测账的数据来做分析这样 OK那你刚才前面几张图影片讲那些方法都是同一个资料库 对 不一样的资料库因为他们是针对不同地区他们会自己去做收集的资料 可是我们这篇研究就是他就是针对墨西哥 这六个地区的资料去做收集然后去做分析这样 OK反正都是公开数据集嘛对不对 对对对应该是可以集 那你现在的墨西哥资料是公开的吗 这个我们就不确定了 因为他是直接去从政府的机关里面拿到这些资料 应该是可以取得的 OK好吧请继续吧 好那我们做完这些不正确的资料的是Outliner的处理之后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就是如果你有连续超过五天的资料是不正确 或者是密行的话就不见的话 我们就把整个月的资料做删除 所以做完这些处理之后我们整个我们全部的资料 就会大概2%的资料是会被整个不见的 那可是这并不会太影响我们的后续的评估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人工神经网路的方法 那我们人工神经网路就是 它就是一个模拟人类大脑运作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个方法常常被用来估计你这个全球的辐射还有 然后我们会搭配的是向后传递的这个演算法 它可以让你的整个运算更有效率 然后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使用的是 3-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然后它简称是FFN 它就是一个三层的神经网路 第一层就是我们的input层 第二层就是我们eaten layer 然后第三层就是我们的output layer 然后在这个神经网路里面我们只会使用 两个activation function 第一个就是我们skemoid 还有我们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linear function 就是不做任何转换 就是直接线性给它做转换这样 那我们在这篇研究里面使用的an model 它的architecture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要决定说它中间hidden layer 到底要有多少个neuron的个数 那我们使用的方法是用简单的trian error 就是试误法 然后那个trian error的范围是借在2个跟80个之间 就是我们不停地去尝试怎样的神经数 可以让它跑出最好的结果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最后测试出来的就是我们在 右边那张表格可以看到我们6个程式它最右边那边 13 12 37 26那边就是指出 说它这个an的模型在当那个观测站的时候 它应该要使用多少个神经元 在hidden layer里面要使用多少个神经元去做预设 那第二个我们第二个架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hidden layer 使用的是sigmoid函数来做为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在它的output layer 我们使用的是linear的一个transfer function 来做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最后是我们这个神经网路是使用我们的向后传递法 搭配我们的lm演算法 那lm演算法它其实是一个牛顿高斯演算法的一个演生 然后它可以设定一个参数 当你那个参数越大的时候 它会接近我们的一般在使用的gradient底层 就是我们t2下降法 可是当你那个参数越小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接近我们的牛顿高斯演算法 那这个方法后来被说明出来 就是它可以比我们牛顿高斯演算法 有更快的一个处理的速度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ANF 这个方法它其实是用方式跟ANF 去统合而成的一种model 然后其实这个技术的核心 就是说将它们的 它的那个显示知识分别 显示知识分别放入那个字极 然后去就是说要去理就是它的一些封锁空间 然后它有用那个前面那个back propagation 演算 所以就调整那个方式的程度 然后其实这边有一个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 两个弱 就是用那个TS 就是两个学者做成的一个一些的 然后它其实一般的input跟output的 那个relationship中间是限制的 然后像RAW-1就是说有分两个partum 就是X和Y的话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input 然后A跟B也是就是前半步的一些东西 然后后面那个F就是它的output 它出来的一些东西 然后P跟Q跟R都是它 就是一些它的设计参数 就是看你的资料是怎么跑 然后它就会自己进行一些P跟Q跟R的一些参数 然后其实这个ANFs它有分五个layer 然后layer1就是facity layer Layer2就是product layer Layer2就是product layer Layer2就是normalized layer Layer2就是normalized layer 然后defacity layer 还有那种foto output layer 然后像那个方形的话 方形就是adapt keynot 然后圆形的话就是它的固定的节点 然后这边就想说它的几个layer 然后layer1就是它那个facity layer 然后像这个x1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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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x1 x1 我算一下 它有非常多的音符 可是它其实 它是有分那个 就是那个温度的最小 跟那个温度的最大 对不起 听不太清楚 你可以慢慢讲吗 信号好像 诶 苏果 请问一下信号好不好 信号 应该是没有 没有正对着麦克风讲 动来动去 一下子远一下子近 声音会不稳 这样呢 喂 请讲 这样OK 谢谢 它其实是有分那个温度的 温度的高低 然后还有Running Day 算 这样 等一下我们后面有列到这个东西 OK 等一下 我先放后面这个 在我们的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Variable的部分 然后 其实就当前面讲到 我们先我们要预测就是我们的全球太阳辐射 然后我们会后面会把它制定为H 然后它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我们的一变数 就是我们要预测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输入的那个 我们会有 我现在橘色标起来这几个是 它是会有收集我们的 每日的最低温跟每日最高温 T-min跟T-max 还有我们的Running的就是我们的降雨数据 现在有看到了吗 看到什么 等一下 它现在跑出这一页就是有写 Variable 就是下面有各种颜色 那有看到 有看到 OK 那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全球太阳辐射 是我们H 就是我们要预测的东西 那我们还有其他变数是分别为 我们全球的 我们每日的最低温T-min 跟每日的最高温T-max 还有我们降雨数据 W 然后会作为我们的变数的输入 底下大号又说它是四个变数 四个input 然后一个output 是吧 是的 就是T-min T-max W H0 H0是地外辐射 所以作为我们的input 那请问一下 你不是有六个太阳站吗 那六个数据就动开在一起 每个太阳站都会收集这些数据 我个别看是 个别算 因为你有六个每个站特别看 没有错 最后会有个别的就是预测出来的 就是技巧的样子 就是会 就是我们每个六个那个六个气象站 我们会收集 收集我刚才讲这些变数的资讯 然后之后我们会用用RM11 就是用三种绩效指标去评估它们每个 每个模型针对于每个气象站 它最后的那个绩效或是长怎样 简单说就是 就是 各别预测吧 每个工作站自己个别预测个别的 对对对没有错 那请问一下是用滚动预测吗 就是几天测一次 还是全部知道它摊起来 因为神经网络是神经网络 它是怎么做时间序列的预测 它应该是时间序列吗 还是 喂 喂 有听到吗 有它是怎么做预测 是像股票一样那种时间序列 还是说反正就全部都输入 然后看看最后结果是多少 是这样子吗 还是 应该是全部输入 然后看最后的结果 不是用滚动预测种 对对不是不是不是 OKOK好 好请继续吧 好 那我就继续讲单前面的 诶请讲你这个图吼 喂 喂 这个图只有两个input 如果说你看看过有四个input吧 那我没有记错啊 那四个input的话 那中间这两条线怎么去做分配 你现在是A2到底下那个pi 然后B1 B1 B1 B2 现在再多两个input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 对 会变成怎么样 OK 是不是Layer 1一定是四个 四个neutral 四个固定的吗 还是 对 四个固定的吗 所以不管几个input都是A1 A2 B1 B2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他把它固定 他这边是这样说的 OK 对 好吧 那我 那我刚才讲到 诶这边我讲完了 Layer 3 Layer 3 Layer 3就是Normalized layer 就是 其实是就是得到就是 全部 那个全部 我刚才所谓的激发强度 它全部里面的 比如说W1的那个比率 就是Layer 3 就Layer 3是得到这个 然后 Layer 4就是它的 点模糊化 点模糊化 然后点模糊化就是把它的 权重成员 就是它每一个Each Linear function 它得到的 然后把它乘起来 就会得到个弦 嗯 然后它这个 就是也是跟那个 前面那个TS 那两个选择有关系 也是用它们的模型 得到的 然后Layer 5就是它的 Total output layer 然后Total output layer 也就是得到它的Summarize 就是前面那些的 Summarize 会得到这个 好我下一页了 那它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 就是选择那个 中型的MF 中型的归属函数 然后 它这边有说就是说 呃 像是说 呃 前面那个我说的if part 它就是 它就是MF 归属函数的它的 那个input 然后就是前面part 是它的input 然后后面那个lamp 它就是MF的output 对 然后这边就特别说一下 然后之后我们会再讲结果 好 那我下一页了 那这边 我稍要讲SBM 然后SBM的话它就是一种监督式学习 的一种方法 然后它是为了就分析资料 让它就是可以分类 分成两个属性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回归的一些分析 然后SBM的话 其实就是说 然后就很简很简单理解去它 它想把那个资料分成很明确的把它分成两个属性 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就是二元线性分类器 然后其实它最主要的这个目标SBM 就是想要让它的隔间就是 那边隔间让它最大化 那margin最大化 然后其实你如果要得到一个超平面就是绿色 中间绿色那个叫做分离超平面 然后它其实是要得到一个最好的分离超平面 是它的目标嘛 然后你其实只需要动那个support vector 就是支撑想量 只需要动这些 就去优化 然后得到那个超平面 其实跟其他点都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其他的点你怎么动 怎么删除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中间那些那个平面 然后其实这也是就是那个支撑 支撑向量机的那个名字的来源 好我下一页了 好 那其实它会分成这三个 这三个类别 然后第一个可能就是线性可分SBM 然后就是说你当你训练数据线性就是 就是训练数据是线性可以分 就是我上面 我上面那边那张图就是线性 数据线性 然后它会通过那个硬格 这个翻译是硬格间 它merging 然后可以最大化的学习到一个 得到一个线性分类 然后硬格间就是 就是我挑一句上面这个图好了 硬格间就是像 这个绿色的线 它可以完美完美的分类出 它的这个两类 然后这也不会有打像什么 就很完美的分类出来 好回到这一页 那就是第二个类别 就是线性SBM 就是说你当你那个数据 是不能线性可分的 但是它是可以近视线性的 就线性近视 就是像我左上角这张图 然后它也是 它是通过软格间 到软间格这样子 然后可以最大化的学习到一个 线性分类 那所谓软间格就是说 就是像硬间格是不允许有 杂像嘛 软间格就是它可以比较宽容 可以允许一些杂像存在 然后杂像就是说中间没有办法完全分好的 然后可以 软格间就是可以允许它一些杂像存在 然后再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格间 然后下面第三类就是 非线性SBM 就是说你当你那个训练数据 像我左下角这样 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做线性可分 就线性完全不可分 也没有办法近视线性可分 它会通过一个很特别的技巧 叫做合技巧 然后去到那个软间格最大化 就可以得到 得到一个SBM 就非线性的SBM 好下一页 然后这页就是在讲它的目标其实是 就是说最小化那个 经济风险还有结构风险 它是SBM是为了最小化这两种 那所谓结构风险就是说 就是讲模型的一些特性 那像这边就是在讲SBM 就是说你要最大化那个 尖格 尖格的那个 然后经济特性就是说 就是它的Risk function 然后前面这个风险是结构 结构风险 后面这个是经济风险 就是1分之1W 然后4条线 那个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W 这个4条线 是从OG里的范数得到的 这是 这会等于说 Y平方 开根号Y平方 对 然后 后面那个经济风险的话 C就代表是它的那个 惩罚系数 然后这个惩罚系数 其实是 你那个使用人地去定义的 然后通常都是会一定 大部分都是正数的 一定是正数的 对一定是正数的 对 然后 你其实 呃 然后 那挂湖里面有一个 那怎么 啊 嗯 slack 哦 那中间那个挂湖里面 是那个slack variables 然后就是翻译是松弛 松弛函数嘛 松弛系数嘛 然后它这个 前面那个没有米字号的 是代表那个 E plus long的 呃 因为我们为了去就是防止 有那个离群值嘛 所以 前面那个没有米字号是 代表是 E plus long的 那个上限 然后有米字号代表是 它的那个下限 E plus long的下限 E plus long的下限 对 然后 我刚才就讲那个 惩罚 惩罚系数 呃 越大的话 你就可以 呃 越大 你可以比较好 区分一些 那些 那些模糊的一些 一些细项 所以 然后 它其实会产生 可能会产生一些 overfitting的一些问题 然后你 越小的西 它其实 就是 越小的西它的 其他的间隔 那隔点会 比较大 比较宽 对 就是你杂讯存在的话 你就会 选择比较高 西 但是也会产生一些 欠里头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这个是 它的 它其实用 试误法去选出一个 那个 和函数 它选出一个 rbf 这个 和函数 然后 它 右边这张图的话 它有 三个蛮重要的一些 函数 就是 就是 E plus long 代表它的那个 松弛系数 然后 C就是刚才说的 惩罚系数 然后 这个 类似Y的 就是代表它的 和系数 然后 像是C 就会 像有张图 C的话 你就是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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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 杂讯存在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C 右边这张的话 C越小的话 隔禁会越大 然后 间隔会越大 然后 你杂讯存在的话 嗯 嗯 嗯 就代表你 嗯 你越小的CKC 那个软间隔就越大了 对 嗯 那这边应该没有什么 反正就是 它其实是要得到 它的那个 呃 间隔最大化 对 对 好 那 接下来我就要来讲 呃 这三个模型 它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 其他 其他 其他事项 然后 有关于我们 这三个模型 我们会有分别用不同的 操作软体去执行 那 像第一个 第一个跟第二个 anfis跟an的部分的话 我们 呃 这篇文研究是使用 一个 人体叫做 metlab的2015年版本的 一个 软体去操作 那至于sbn呢 他是 就是 利用 r中的 就是用r程式元中的一个 名叫做 呃 libsbn的一个 一个 一个开源软件 开源的一个套件 去执行我们 的 sbn 过程 然后其中呢 它的 优化算法是一个名字 啊 一个称作叫做fno的一个 优化算法 呃 它的全名叫做 sequential Minimum and Optimization 然后至于这个sno Ur算法其实它现在是普遍使用于我们的sbn 的训练过程 对 那至于我刚才 接下来下半部分的variable 就是我们的变数的部分 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过 那我这边再 在最后再统整一次 就是说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要预测我们的 太阳的辐射 的那个 去找出 去预测它的值 那它我们使用的符法叫做h 那至于 我们丢入的变数呢 呃 其实就是我们的 有四个就是 刚才讲到的 最低温 Tmin 最高温 Tmax 然后我们的 降雨数据 W 以及最后我们的地外辐射 H0 那下一页就是说 那下一页呢 其实这个 呃 这篇研究它有分分为两个情境 那它 为什么分为两个情境 等一下会说 就是首先第一个情境呢 它将这四个变数 呃 我们的三个模型 然后我们都把它名为 就是SBM1 然后ANFIS1 跟AN1 那至于第二种呢 它的差别是在于 我们把降雨数据拿掉 只剩下 呃 最低温最高温级 我们的第二个辐射 所以建构我们的 第二个 呃三个第二个模 三种的第二个模型 所以说 它这个差别重要就是 它在我刚才说的 它有没有RAM4的Parameter 就是W 就是包含在其中 其实它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去 去看看就是我们有没有降雨数据 会不会对我们的模型的最后的阶段 有没有一些显著的影响 OK 这就是两个情境 那 接下来然后这个数据呃 我们的 就是 我们的Data 它今天第二点就是说 为了降低我们的 不拟合的问题 overfitting的问题 我们的全部的Data Dataset都会先经过我们的 Normalize 去把它的值 就是说 缩在 呃 缩放在 我们的0到1之间 这就是经过我们 Normalize 我们全部Data 然后第二个 资料的处理就是我们 呃 把我们的资料集分成70% 是用来training 然后30%是 validation用来验证的 对 呃 最后 啊 倒数第二点啊 他把 Normalize之后 可以避免 overfitting 他有 他有没有提供文献啊 因为 Normalize不是用来 避免 overfitting 呃 呃 提供文献啊 他有提供文献 我可以我找一下那段 如何叙述 他有没有有关于这个说法 没关系吧 你事后再补了 好不好 OKOK好 谢谢老师 那我先继续 那 接下来呢就是我 呃 可能前面第一个人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 这三个模型的绩效验证 我们使用了三种指标 分别就是 root min square error mns1 跟min absorute error 之后我们的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square 就是这三个绩效指标 来对我们衡量我们三个模型的绩效 那 呃 接下来 呃 公式细节我就 可能这边不多说 啊 接下来就是最后 可能就是我们他的result 他的最后那个每个西向站的结果 以及他的绩效 最后他的纸张怎样就是用大致这张表的样子 那 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了衡量我们六个西向站的 他这篇研究把这个六七向站的所有的 数据 譬如说 我们呃 呃 我们在我们testing data 中 我们啊 我们判定系数rsquare 他可能有六个数据 那今天我们要去衡量他的 呃 我们把六七向站的rsquare做一个平均 那如此 就是其他的rmns1跟mae也都是这样 然后形成了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页的这张表 他有一个overall的average 就是六个七向站的平均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表 其实 在我 我用那个 我红线的地方 在我第一个情景 in the first scenario 就是说有包含 我刚才前面有看 有包含这样的数据 那一个情景 我们sbm1 抱歉我那个图中的蓝红红 有点晃 但是它配合这个文中文字的一个颜色 呃 而且就是到底看 sb1跟anfis1跟an1是我们第一个情景的三个模型 那其实呢 在呃 前面有说到其实sbm会比我们的 它的最后结果会比 绩效结果会比我们anfis以及an都要来的好 所以在我们第一个情景中也就是有包含我们的 我们的降雨数据中的这个情景 我们sbm1的表现是我们an1以及我们anfis1 都要来的好的 然后再来看我们第二个情景 就是sbm2以及anfis2以及an2 这个情景中就是没有包含 没有包含我们降雨数据的这个情景 其实它的依旧我们sbm的表现依旧是优于我们anfis 而总归来说就是在这全部的case来中 其实 呃 虽然说我们sbm1在两个情景都是优于我们an 跟anfis 可是呃 在我们第一个情景中也就是有包含降雨数据这个情景中 其实它的表现是更胜于我们的第二个情景的 依旧它的优越的表现的这个限度程度是比第二个情景 它来的显著的 所以说我们的 是我们这些结论就讲到我们reinfo 我们如果有今天有 它之后要拆成两个情景就表示我们reinfo这个 呃我们降雨数据有加在加在我们的模型中的话 会对我们最后的技巧表现会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ok 那就这就是我们结论的部分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anfis 在他这篇研究中anfis 以及anfis 这两个技术呢 其实他们最后的技巧结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优于我们的sbm 在不管情境一或情境二 对然后再来第二点呢就是在说 因为这一篇文件是取自于我们墨西哥的六个气象站 而墨西哥的气候就是属于前面有提到的是 呃温暖的半湿润型气候 所以说他这边研究的贡献 其实就是说呃可以把我们他sbm这个技术 可以拿来用在其他类似跟墨西哥气候相类似的 一个评估我们太阳能辐射 预测我们太阳辐射值 就是说这样技术可以拿来套放在一样的相同气候之上 所以这是他的贡献就是说 我们sbm可以拿来预测我们太阳辐射 如果说今天你是其他地方都是 大概一样类似的气候 那sbm会是一个不错的预测技术 那接下来第三点就是他是要强调说 就是前面也有提到说 我们许多文献也有证明我们sbm是优于其他的算法了 那就是说他这边的研究结果也是跟其他的文献有的异曲同工的感觉 那第四点呢是在说我们sbm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基于他可以就是在他在演算过程中 他在训练过程中他可以捨棄他 他只考虑那些刚才有讲到的支撑超平面 其实他会把一些非支撑超平面的 非支撑平面的那些点 所以说他是一个较快速 而且是低计算成本的一个模型方法 那 最后一点 就是说我们sbm在解决我们突优化的问题中 他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会永远就是收敛到我们的痊愈最低子 OK那 基本上 这 呃 就是我们的报告 那我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 呃 那个有人 那个那个 助教的提问 那本篇是sbm还是sbm 他是 他其实是 就是也是sbm 只是他因为sbm是透过我们的sbm技术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就是 就是 就是他 他细部的操作过程是透过sbm 只是 他我们他们我们制作 他的整天我们的文章内容是写sbm 只是他细部操作内容是一个sbm 就是基于sbm的一个 违规的一个方式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的报告 好那还有一下 还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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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上面的同学的问题 呃 可以解释binary variable在这边的用法吗 呃 binary 嗯 呃 我 目前所知就是 就是 像是他的rannin的数 呃 降雨数据 w 它 是一种 binary variable就是一种二进制的一个变数 就是像他这边提到的 比如说如果rannin4是有降雨的 就是降雨数据大约0 那我们的w就等于1 那如果是没有降雨等于0的话 我们w就会等于0 这是 binary variable 我目前可能知道就是它是一个 呃 一种 二进制的变数 假设 好那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是 呃 假设把sso model加进去做比较的话 结果会更好吗 会更整齐吗 会更整齐吗 它现在在哪 如果把我们的游戏 創法加力 嗯 你们有想法 嗯 想来回答那问题好了 那是跟sso有关的好不好 这应该 暂时还不知道吧 因为 还没有 这篇不包含这个ssomodel 可能可以试试看 嗯 那你们可以回答下一题 等一下基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 这是我问的 我想先把我的问题描述清楚 因为说 呃 基本上他这一篇就单纯比较三个model的一个结论 可是问题是 第一个是他有一个前人的研究嘛 那前人的研究 基本上就是用sbn做的 那他这一篇有没有跟前人的sbn的结果做比较 那他看他的结果 他那r2值0.7 0.6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那个值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根本就没有比较基础啊 以我的眼光来看 0.6 0.7很差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拿的a n的model 那个可能是100年前的东西 他拿一个sbn可能是近代几十年前的产物 去跟一个100年前的产物打 那不是很奇怪吗 我完全没有办法从他的data信符 他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可以买单的啊 就我的疑问是这个啊 好 ok 其实我相信 或者这疑问也是 可能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想说 为什么是拿这三个来做比较 但 呃 我是依我个人的看法是 呃 因为他前面的introduction 就是他前面有整理说 那他有看参考一些文献嘛 那那些文献 譬如说他可能是 有这个文 这个比如说某篇文献 他用了anfis跟sbn 他就觉得文献的最后结果写 sbn带来anfis 然后他很多文献都觉得sbn很棒 可是当然也有一些文献觉得anfis不错 所以他可能是看了这篇文 这几篇文献就觉得好吧 那我拿来三个一起比较 因为他可能没有找到一个就是三个一起比较的 他可能只看到那种两个比较两个比较 或顶多个一个不错的这个结论的文献 那他可能想说OK 让我们bm就把这三个拿来比 我知道可能anfis蛮久以前的东西 那sbn也是有时间点的 那但我觉得刚刚那位同学的意见是一个好 就是说这边有研究价值或许可以再参考 那至少他有得出结论就说sbn不错 那也是很多文献证实 那对于这种预测太阳能辐射 那sbn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还不错工具 那这边的价值可能就只是单纯比较 这三个好或坏的 的确可能没有钱要太大价值 我想问 我想问最后的结论有提到 他可以收敛到全域global minima 全域最小值 那他有没有提到他是怎么确认 他是有收敛到全域最小值 没有 所以他自己说他收敛到 他就用两句话只说 他就是现在有看到他有说 他在基于突优化问题这个条件下 我们sbn算法可以收敛到全域最小值 这样 就这样吗 他就只提到这两句了 好吧 然后又有一个问题了 好 这篇论文把AN限制成三层 又是一个假如的问题 假如可以弹性改变AN 再给我还会比较差吗 可能可以 可以试试看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把 限制在三层 那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试试看的 因为他那时候提出这个FFAN 的时候就是他就只用三层 然后去透过改变他中间那个隐藏神的神经数量 蛤 出入转件 可以啊 没有连全连接 有啊他有全连接吗 有啊他都有全连接啊 有啊他都有全连接啊 他的AN架构里面有全连接 他这边画出来的图是有全连接的 他这边画出来的图是有全连接的 就是他这个TT NFFNS有全连接的 可能是NFNS没有全连接 所以看成 以为就 AN没有连接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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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了 那上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个 这个 这边路纹他就是把 IN限制在三层 那假设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比较深度的嘛 就是我们可以 透过加深他的那个层数去 看可不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不定可以 试试看用这之类 然后透过把那个层数变多来 看看他的结果会不会比较好 这确实是可以尝试的这样 那还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就谢谢这一组哦 谢谢 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刚才有位同学问ACESSO问题 那我们的经验上呢 是AN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 ACESSO来加以改善 比如说这位同学 那个AN是用导传递的方式 导传递其实 是一种数据方法 是比较快一点 但是呢 他有时候会调到LOGO 拔不出来 所以我们行事呢 会把导传递整个拿掉 拿掉之后 那怎么去调权重 就是我们的ACESSO 当然你比较喜欢GA或者PSO 你就可以用PSO或GA来调 那通常出来结果会比 纯粹用导传递的AN好 所以感觉上是AN都会输给SVN 但SVN又输给AN加上我们的 机械学节概念 大概大概是这样子 那可能跟领域有关吧 这边不是走那个 演算法那一块 所以他用比较 比较稍微 没那么新的东西来解问题 那很不错 大家都问的蛮热烈的 好 下一位 李哲华 有 等一下 有看到吗 喂 有 有吗 好 那个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不是IT本科系 相关科系的 但是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目前 我之前的经验是在 比如说公司有担任过 IT的部分的一个管理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 我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好 它的名称叫做 short-term forecasting model 然后for automated data backup system 然后主要是用segment的 regression analysis 来做分析这样子 那好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样子 那这个案子本 对不起 这个论文本身 它是 它是应用在 它主要的背景 它是在巴西的一个 IT的一个research 然后主要它在做的是一个 自动备份 数据备份系统 的一个部分 因为自动数据备份系统 它有可能有很多的 一个备份的一个戒指 然后或者是一个媒体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他们会想知道说 那我这些媒体在使用的时候 我要如何来知道它的性效度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就尝试的 因为有一些tap或者是光碟片 它在背份的时候 它可能背的时候 它已经失效了 但是我们资料会依然的要写进去 那所以他会想要做一个推测 然后来预测说它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之前 然后来做一个预测 然后我可以及时的把我相关的媒体 做换掉 那它在资料的预测的期间的部分 来讲它是主要是用了两年部分的一个资料 来做这个分析 那这个分析的部分 因为做这个分析 那我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下去 这样子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一个摘要 那就是有讲到说 它是因为在ICT的部分里面 确保ability 跟maintability 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增加了一个service quality 的部分 然后来做这个部分的发想 那在这个是一个 在巴西的LTAJ Juba 就是这个 一个巴西的大学 然后来做这个分析 那它主要是想要用线性回归的方式 来做个预测 那讲到了segment linear regression 其实它也有带有time series 这个部分这样子的分析 然后这个background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它主要是针对ICT的一个 一个日常的 非分的service 那主要的目的的话 是想要再预测一个short-term的 那个regration model 然后来做这个storage capacity limitation 然后以及recording media 的一个prediction的部分 好 那我们谈到的就是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 material跟master的部分 那material跟master 就是如同我之前讲的 它们是会采用 那个segment的linear regression model 所以它们其实想要找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在breakpoint的中间这一段 clones的这个的期间的预测 然后来能够让backup整个本身做一个 比较short-term的prediction 好 那在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这个资料期间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它的data input 会是在两年的部分 那在这个两年的部分的input的话 它主要是会使用 Square来做这样部分的一个 做它的这个accuracy的这个检定 然后好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了data filtering的部分 那data filtering的部分 其实在业界的部分 其实data filtering也包含了我们讲的 data quality and data assurance的这个部分 那它的data filtering的话 主要是会针对我们有三个issue 来做这个探讨这样子 对 那这个三个issue的话 其实就是目前这一篇论文来讲 它主要想要study的部分 就是说 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精准的预测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知道资料 是有用还是没有用的部分 然后以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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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挡掉 core 0 还有它说在input的相关的error outlier missing data 会是怎么做观测的这样子 那在leaning regression model的话 其实就如同我旁边的这个公式这样 其实它是做一个线性代数预测 其实每一个线性代数的点 每一个点位 它对于这个regression line中间的一个平方差 其实就是在做这个样子的一个分析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中左的话 是用持架 很左的话是用失效的部分来做呈现 这样子 对不起 走 然后那model accuracy的话 其实它其实讲单纯的 它其实就是用r2来做一个model accuracy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它会把model accuracy的部分 然后能够加到这个segment的regression analysis的部分 然后来做这个短期的预测 然后接下来是transformation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其实都是一个单点的一个failure的预测 那其实它后面它会增强 再说它会增加有time series 这个部分的transformation series 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式进入segment segmented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线细态数单点的failure 计测结合上我们在time series的problem的部分 然后做的预测 然后它会制定这个我们所谓的control limit 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LCL跟UCL 就是上下界的部分 然后来预测它在不同界纸里面 media所产生的failure的情况 它希望能够控制在这个区间里头 然后它研究的目的的话 其实它有产生去做的2647个这样子 我们刚才讲observation的观测点 然后在两年之间这样子的一个收集 那所以其实在刚才那个regulation model里面 大致上来说在原文来提出来说 是其实是还蛮有蛮有效的 就是他们还可以做相关的预测这样子 然后也有不错的表情 这个model上 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论文 我们其实有谈到很多seudo code的部分 但是这个seudo code 我在阅读上是有一些困难 然后我就没有把它呈现出其他的部分 就是在关于这个seudo code的转写这样子 好 然后它的conclusion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conclusion其实主要是针对在这个自动化备份系统的性效度 以及series 其实它是有time series的部分需要考量 它并不是每一个value备份都是单点的一个考量 因为就备份来讲 它其实是每一个备份都会有一个顺序性 那备份跟备份之间的media不见得单一个back out 就会把所有的media都完成这样子 那在这个原文里面 论文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这个regression model 也许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像它的segmented 它只是把那个time series的parameter 把它取代ephthalm的部分 那其实我认为它其实是可以做更多的一个修改 如果可以用其他 比如说像neural network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会更不错这样子 那它这个论文大概只有讲到linear regression model 结合上time series的概念这样子 好 那我今天的报告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看这个论文 其实我读得蛮辛苦的这样子 就是因为它其实有提到了一些coding的部分 在它的paper里面 有同学提问题 它的准确度结果在哪里 然后 是 就是在这里 这个 等一下 这张图 其实在 准确度结果里面 会是显示在这张图 可是 是在这边 但是没有把它放大 它在 它在paper的 第三页 对 这图图看起来有点模糊 它的 对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把它解释过来 这三个座标 这三个座标 我开一下它原来的档 我把它放大 一边是 右边是r square 就是r square 跟percented full的部分 你说右边是r square 你说右边是r square 它蓝色 它蓝色那条线是r square的线 然后 它那个 true function的话 它是用绿色线表示 就是比较直的那条线 那它的坐标走的部分的话 它旁边是写 是percented full 跟右边是r square的这个部分 就是0.0 到1.0这个部分 那你还有一条虚线 没有其实虚线没有 它 哦对 就是虚线的话就是 就是计算的一个bundary 对 那准确度怎么算 准确度 其实它是 我认为比较 它的准确度的计算方式 是在这边吧 就是 等一下 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用r square来做计算它的 accuracy的盘量 这个 在哪? 你的滑鼠在哪? 我的滑鼠在哪? 那个是 有标出框吗? 那个不叫准确度欸 那个叫做 有点在算误差 对啊 对啊 我比如说 它的accuracy parameter 其实 它就是在算 它 每个点跟 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交叉 这个 这个 这个交叉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嗯 它说data filter 看起来 这个data的群集 或是label 是事先知道的吗? 哦 当然是事先知道的 因为它这个是备份 所以它其实是事先知道的 对 所以它知道要备份去 分成 分去哪一群 哦 对对 因为 因为应该讲说 每一个备份 如果以食物件来讲 池袋 它会有不同的cylinder 所以不同的cylinder 去推回原来那个坏掉那一群 所以如果我们做 呃 备份并不是像我们拿硬碟这样 就是把它备到满 然后再换下一颗 所以 所有的档案是 都放在同一个硬碟上 它其实 如果是备份软体 它会 这个援助的话 它备份软体是 它是分散的 就是 比如说我在其中某集捲 池袋坏掉 我还可以做回复 所以它 所以它是事先知道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请问 失败的资料如何收集 失败的资料如何收集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因为其实 它本身备份的机制是有容错的 所以当池袋坏掉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反推回 坏掉那一卷池袋的资料 那但是 太多卷池袋同时坏掉 其实就没有办法回复 这样子 但是原文里面 没有讲到 到底是 多少个连续发生 或者是我一次备份里面 如果我有十卷池袋 然后或者是我十几个媒体 但是坏掉了五个以上 是不是可以回复 这个原文没有讲到 但是我相信 以我的认知是 它可以 它如何知道 那个坏掉的资料 还是可以回复 就是我们目前在企业里 日常运作也会可以回复 这样子 那下一个问题 等一下 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问题 因为从实物上面来看的话 你今天 backup的软体 不管它是写到 什么样的 storage 或者是CD 或者是 什么样子的 media 基本上你写过去 你不会知道到底有没有坏 你必须要 rewrite 再去把它读回来 你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坏掉 所以 它做这么一件事情 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 我们是要去predict 它出来的东西 会产生 error的状况 就是failure的状况 到底会 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们想去做predict 但是当我们的data里面 对于failure 这么一件事情的 major的方式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确定的状况之下 我们根本拿不到这样的failure的资料 那这个model建起来 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讲说 在实力的运作上面 你写出去的东西绝对不会 绝对你写出去 比如说你写到这个tab也好 你写到cd也好 你就是写出去了 原则上你不会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写坏掉 因为那个是media的问题 他不是在他这边写出去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像大家应该都会有用过 那个烧录软体叫neuron 那我用讲那个比较专业的 备份软体 因为有可能大家没有这个使用 今天我们讲neuron neuron其实有一个功能是 当它备份完毕之后 它会再把cylinder的head 从最外圈再读回最内圈 然后做一个写入的一个确认 就是说其实光碟这个media 蓝光光碟也一样 就是双面的光碟都一样 就是它其实可以选用这个功能 就是可以写回 那纸带的部分呢 就更更细腻 就是说它不是备份完一个档案 之后再去备份下一个下的一卷纸带 所以所有的单 关于一个single file的这个 这个资讯会存在一卷纸带上 其实不是 他们会把它拆开来好几份 放在不同的纸带上 然后那这不同的纸带写到最后一卷的时候 其实它其实是还原的起点 所以这一卷上面会有所有刚才 做自我测试的资料 就是说它会知道 其实在备份当中哪些 塞个门或是哪些file被咬住 所以它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备份 其实是会知道的 就是在最后一卷那一卷纸带上面 那头卷的纸带 其实是在做一个screen 就是说头卷的纸带 它有一个叫做planning table 然后所以它会在这个循序的time series上的备份上面 会有一个plan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先去扫描 我要备份的这个storage 那这个storage里面有多少个datablock 或是files 或者是我要怎么去把它分散在我背后的这个卷数上面 所以它跟一般我们拿USB备份很不一样 就是说我会事前知道我要有几卷纸带 在我开始做之前 因为我的那个软体会告诉我 我会帮我算算说我要备份这么多 但我要有几卷纸带 所以纸带的容量并不会变化 就是说它跟我们去买一颗备份不太一样 就是说它会是固定打小的 然后它会有一个plan 说我有些file要分散在三四卷上面 那不是因为容量的问题 是因为万一备到最后一卷 发现前面data file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它在最后一卷 它就会有一个叫做recovery plan 所以我们当recovery plan的时候 我们要倒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把最后一卷纸带进去 然后它会记录着 之前备份哪几个地方有失败 所以我应该要用什么algorithm 把原来的这些我们备份当中有问题的file去回复 那人就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 这样子 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是说 Neuron也有这种功能 就是我可以从背完之后 还要求它再做一次读的这个动作 然后来确定这篇光那篇没问题 如果有问题它就会知道在哪一轨上面有问题 然后这个会出一个类似小小的test file 这样子 其实Neuron也会 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 照你这样讲的话 应该是说它是去把 它实际上operation的 我们讲说operation的log 拿来做分析 然后把它变成time series的资料 然后去predict 到底它的有没有error的状况 这样子 所以它并不是拿着那些实际的资料去做check 是把log拿来做check而已 对不对 对对 它现在是这样 其实因为它是说short term的部分 OK了解了解了解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还有人有问题吗 有人 有人 有一群人在那边讲说 套后者可能是讲Rate 5或者Rate 10 我想它应该是回答一部分的问题 刚刚那个问题 哦好 那我就 我就不用再多了 因为其实Rate Rate是另外一种想法 Rate其实是 严格讲起来它的目标不是备份 是Rate 5或Rate 10 它其实是appability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 基本上是同时要运转的状况 那这个作者 其实他讨论的比较像是 他在做这个 我不能讲说 我看不出来 对不起 我看不出来它到底是离线备份 还是在线备份 但是 但是 它显然不是在讲这种很即时的一个 backup的一个部分 不然它捞不到这么多这个 这个资料 然后而且它要做的是short term prediction 这样子 我觉得 可能跟Rate 5 Rate 10是不太 在运用的方面不太像purpose 因为Rate是做appability 那这个是做backup 跟recovery 这样子 对 那对 我觉得有一点差异了 但是 但是概念上很像 就是说Rate也是说 我某一颗硬碟挂掉 然后我可以把它反串回去 然后不影响日常运作 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考虑到time series的部分 其实 在Rate的里面 并没有要考虑到time series 因为Rate的其中一颗硬碟 如果硬碟挂掉 其实就是挂掉了 就是它 它也没有所谓的time series 这个错误的发生 你不可能说 因为它一共Rate的5 可能只有四颗硬碟 那它的time series 如果valipoint totally来讲 可能就只有四个 那可能它只要坏掉其中两个 而且还刚好是同一边的那两个 那这个系统就崩溃了 但是这个backup的机制好像 它想要预测的short term的 不是那么short term 就是因为我们有可能一个 机器上面的Rate 可能 以我的个人经验 它可能挂掉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电压的关系 它可能同时间 或者是 就挂掉了 对 就是其实它没有办法 达到备份的效果 我也没有可能拿 其他的Rate上面的硬碟去做 别台机器做推算 要 我的经验是在同一台 而且你的Rate card 是要同一个品牌的 如果你不是同一个品牌 你插过去 你的Rate就挂了 就全部都没有了 也回复不回来 那这个部分 它采用的storage 是抑制的 它有去算每一个不同的 所以意思是 我猜它是要做离线的一个备份 而且是offside的一个储存 所以它在任何一台机器上面 把这些资料再插回去 然后这些抑制媒体插回去 它可以做还原 但它只是想知道说 它如果在这个备份的期程当中 如果发生了问题 那它可不可以做一个short-term的 一个forecasting 然后来做这个预测 这样子 对 好 那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 这个题目可能对很多同学说 是蛮吸引的 它虽然是基本的应用 不过 这个 这项应用是蛮特别的 第一次看到 对了 我觉得 要很实用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 谢谢 你要记得停止 不好意思 我要怎么弄 好 好 你成功了 问 藍玉冰 请问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等一下 看到了 好 那我就开始 然后今天 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边paper 是 它的文献是 这个主题是它把LSTM的model 然后 应用在Machine Tool的 Remaining Useful Life的一个预测 这样子 所以就是 在我们谈工业4.0的时候 常常会提到的predictive maintenance的应用 那它使用了现在比较流行的 Time Series的prediction model 这样子 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有在特别考虑了 那个working condition的一个部分 那什么是working condition 等一下 在后面讲feature的时候呢 会再跟大家说明这样子 那 就刚刚讲的 这是一篇这个 比较属于实物应用的一篇paper 然后 下面的介绍 就follow 那个paper的一个架构 就是introduction 然后我会介绍一些相关的方法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会讲说它怎么样 它这个framework大概是怎么样运作的 那最后就是实验跟conclusion这样子 那整个background就是说过去的过去的这种设备的维修或者是设备的保养呢 在predictive maintenance被提出来以前 都会是使用比较固定时间的或者是说事先设定好时间去决定什么时候机台要换零部件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去做保养维修 那我们可以想象说跟我们假如说有在开车一样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送去保养场的保养时间点可能实际上都是不一定这样子 那现在既然有所谓感测器的技术可以来做比较real time的监控 那这篇paper主要就希望去探讨说我们藉由这个sensor的资料有没有办法结合现在不管是machine learning或者是AI的方法来做一个所谓的predictive maintenance的一个application这样子 那它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像这样子的tual condition monitored matter它主要会分成两个面向就是一个是直接观测 那这个大概就会是比较传统或者是比较老旧的方式 不管说它是用人看或者是说它用影像辨识的方式来看 那它认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比较befficient 那这个我认为是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不过因为它要promote用这种predictive model的方式 所以它自然而然会这样子陈述这样子 那间接的方法其实就是会透过像我们去认明我们去建立 不管是我们从sensor去感测到的这个sensor的一个data 或者是然后去跟这个tual的状况去做一个map 就是所谓的x跟y之间的relation 那它可能是用各种不同的model这样子去做一个预测动作 所以它把它归类为叫做indirected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那在它的这个命题里面它谈到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会有几个挑战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它现在想要focus在比较少量多样的一个情境的话 那就表示说它的被加工工件可能会一直去替换 一直去调换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可能它的机台的recipe或者是pyramid可能会不太一样 随着加工的需求process的需求去变化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relation是有时间相关性的 那所以它这篇文章就希望去探讨好这两个议题 或者是address这两个议题 然后它发展了LSTM的model 应该说它使用了LSTM的model去考量这几个feature 然后去做预测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去做剩余寿命预测的一个动作 好 然后它这篇paper主要就使用的方法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两个点 一个是它在signal的处理上面它使用了HHT 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HH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LSTM的model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HHT的一个介绍 然后它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它叫做黄二 某种程度可能算是台湾之光这样子 因为它好像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去NASA工作了很久 然后后来才回来 那它propose的一个方法来做信号处理 然后叫Hilbert Huang的transfer 或是transform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 那我们就会讨论说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个Hilbert Huang这样子的HHT这样子的transform的方法 那可能就是过去实物上的使用福利液转换或者是小波分析的时候 可能会有它的假说 或者是说它可能比较适合去处理一些有pattern 就是有linear station的这种stationary的讯号 或者是说即便我们用小波去处理讯号 可能时间的窗格它比较难去做动态的时间窗格这样子 我觉得这边可能如果不是对讯号处理比较了解 可能就事后再去看一下这样子 对然后 所以事实上这个 我觉得另外一种类比的想法就是 各位可以想象 想象说这个Hilbert Huang在讯号处理里面 它是类似在统计学里面的五母数这样子 它就是比较不用这么多的assumption 然后它可以直接把这个讯号做成别开来这样子 那整个HHT的procedure 它事实上是一个程序 然后它把这个从最左边的这个source data 就是我们有一连串时间相依性的signal data 它会进到这个EMD的process里面 那我等一下会用一个例子去介绍这个EMD的process 就是它大概是怎么样运作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做这个Hilbert的这个transform 然后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它的时评的关系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我会稍微举一个例子去讲那个HHT 那我们假设在地零部的这个步骤呢 我们有一段这样子的讯号 那X轴是时间 那Y轴就是它的能量或者是说它是正乎这样子 然后它的程序就是这样 我先去找相对的几大值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蓝色点 它就找出了相对极大值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包落线画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去找相对极小值 然后再把这个极小值的包落线画出来 然后它去取一个最大包落线跟最小包落线的平均讯号这样子 然后它取完平均讯号以后呢 它把原讯号去减掉这个平均讯号 那它称作这个是一个某一个分离出来的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基频 就是第一个基频这样子 所以它把刚才那段讯号做了 刚才我介绍的这个process 然后它处理了第一个基频 第一个分离出来的第一个指讯号 然后它就会再重复做 然后再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去Iteration 那接下来它就可以 这个Iteration 它就会一直把这个趋势慢慢的 慢慢的给它分离出来 然后分离出来以后 基本上就看你后续想要怎么样 使用这个分离出来的讯号 这就依照那个可能后续的purpose不同 然后去看这个讯号的特征 举例来说你可以取某一个特定的指讯号 然后去做这个时频的转换 你也可以做这个Fullier transform 或者是你可以用它的这个Hilbert transform 然后去看它在某一段讯号之间的时频关系 某程度你也可以用这个当作是一个图像的feature做input 也许是可以 这篇文献它不是这样做的 请问一下它总共用几次啊 它总共用几次转换 你这边列出七次了 那它实际上用几次 这篇paper吗 还是说我这边的介绍不是paper的 那它用的是 它其实没有把它全部几次讲出来 但是它说它是取前三个 前三个 对 哦 为什么去取 它的理由是说它觉得这边是比较显著的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知道吗 应该是说它这边的pattern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嗯 是我觉得这也蛮直观的 因为你你这边如果就是move程度variation多的话 其实input来讲 你会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差异性可以去做 做预测 对 就是这样子在建模上 会比较有意义啦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理由这样 请问一下 对不起你讲吧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 呃横轴的部分 代表是它的秒数吗 对 呃 呃 呃 单位 单位我不是很确定是时间 但秒数 秒数合理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一个网路上的范例 所以我并没有这么 呃 资料的收集 其实跟现在我们在用IoT的方式 其实是蛮类似的 但是 基本上这个资料本身的准确度 跟它的可用性呢 会看它的本身 呃 这个sampling的一个time period 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它的frequency的 呃固定时间的frequency 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呃 我不晓得 你应该还没有讲到后面 他怎么样用这些相关的资料吧 是不是 对对对 这边是一个先跟大家介绍概念 因为我 我看到那个秒数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如果用秒数来算的话 那 可能他sampling出来的东西 很多东西是lost掉的 那没关系 那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谢谢 是是是 但但 呃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取舍 因为 如果你用到mini second的话 那换言之你 你需要的频宽 或者是你 你的database 可能某程度就要 呃这个资源就要不要充足啊 我觉得呃 实际上你收 你还是会做sampling的动作 这样子 对 好 OK 那我先继续 好 那呃 因为上上个礼拜的那个讲者 其实就把 把rn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这边试着就是 用 呃 inference的角度 然后跟大家来介绍rn这样子 那呃 主要就是说 因为rn它有一个特殊的memory结构 那这个memory结构呢 呃 呃 可以帮助我们去 呃 detect到一个 一个series sample的它的时间相关性 这样子 然后我后面用 用一个比较 然后我借用那个 台大李同益老师的 教材 那我讲的是阉割版的 那如果 啊 同学有兴趣 我的那个 这边有 呃 呃 连结 然后我会事后 有兴趣可以再去看 这样子 那呃 呃 因为事实上在 在那个trainning的过程 一样都是用gradient descent 或者是呃 呃 当然用演算法的话 就是back propagation这样子 那呃 呃 呃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求到一个基本的 wait 那这个wait是被train好的 那为了计算方便呢 我们去设定这个 wait的都是1 然后这个 这个问题它没有bias 因为只是为了讲解方便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连串的这个 这个 这个input sequence 那这个就是 第一个sample 第二个sample 第三个sample 那我们现在把 把这个第一个sample 它就是一个二维的 1 1 然后它就放进去这样子 好 然后呃 它就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这个 在cell里面的initial的值是0 那所以事实上你就是做这个相加的动作 你就会知道说 呃 加全相加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呃 然后这边的 呃 这边的那个activation function 假设是linear这样子 所以就是输入多少就是多少这样子 好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我现在这样子放进去以后 我这个值就会是2 然后这个这个输出的值就会是2 然后因为这边还是linear的 所以说现在 呃 一样做这个加权相加 那因为我weight假设都是1 所以事实上呃 呃 你就会输出是4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output是4 那呃 呃 你就会发现说假设呢 呃 我这样是不是那个 那个 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呢 我现在如果权重都没有变 因为我现在假设我是在做inference 这样子 那呃 呃 我把第二个sample一样也是一一放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呃 因为我刚才这边已经把这个产出的值放到memory里面了 memory cell里面了 所以呃 你会发现说我走走一样的程序 我放放入一样的input 但是因为它的放进去的顺序不一样 所以它的产出不一样这样子 呃 所以呃 这个跟呃 过去我们在学classification model 或者是typical regression model 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呃 你会从这个inference的角度 就是当我们实际上在做predition的角度 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把这个资料放进去的顺序不一样 它memory cell的时候会造成你的output是不一样 所以之所以为什么呃 rn它可以呃 在设计上是希望去求解像时间序列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一个解释这样子 然后呃 上一个上次上个礼拜的那个好像是傅博士 那他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呃 过去会发现说像rn在训练的时候 会有gradient vanish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说呃 就现在都在做这样子的时间序列预测的时候 主要都会使用lstm的model 那lstm的model 其实孟臣度它就是一个呃 大概就是四倍 四倍参数量的rnmodel 那它为什么可以去解决gradient vanish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的设计的一个结构比较特殊 那它会有四个 四个的呃 这个应该是比较类似仿生的概念 它就是input gate 然后output gate 然后跟forget gate 那主要是因为它在这个forget gate里面 呃 呃 在学习权重的时候呢 它有机会决定 它要要不要记住上一个memory的结果 或者是要留多少memory的结果 所以它比较呃 在这个recursive的过程当中呢 它比较不会呃 这四个这三个gate 它大概是怎么样在运作的这样子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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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forget gate 去去决定说 我到底要保留多少 上一个被recursive的这个这个memory 呃 呃 要保留多少的这个这个memory 要保留多少的资讯 然后来做那接下来在训练的过程 就是做Iteration这样子 那你有了这个C以后 你就一样就是Skimoid 然后再跟这个AlphaGate 再去做一次成绩 就会是 那你有了这个C以后 就会是你的output 然后 如果举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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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进去 那ISE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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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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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可以依照這裡的公式 然後就去算這個memory cell裡面的值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 因為這邊的案例為了設計方便 所以它剛好在經過SIGMOID 它這裡是一個負值 然後它會很接近零 然後你會發現這裡相乘以後 它最後的產出 就會是非常接近零的一個數字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然後去解釋LSTM的運算過程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就講這個approach本身 然後 它就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左邊這邊就是training the process 然後右邊就是做prediction 或者是我們說它做inference這樣子 那 它在做這個training的process 其實就是 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它有考量了兩個東西 就是它在這個roll signal的地方 它考量第一個是 它把這個working的condition放進來 就是舉例來說 它現在的製程參數是什麼 然後被加工工件的特性是什麼 這是這是一個 因為它希望它可以去解決少量多量的問題 所以它希望把這個feature放進來 那再來就是 它在這個 應該是外接sensor 或者是使用機台上面的sensor 這個我不確定 那它去收集 這個力矩的訊號 然後 所以它有兩種來源的 feature resource 一個就是比較偏向於訊號 這個就會比較類似是 收集一些直信的資料這樣子 當然它是量化的 然後 所以它有兩種類型的feature 這個feature 收集進來以後 它就會做我剛才講的 HHT的process 那 主要就是 我想應該就是把 這個理由可能有兩個 一個是 濾掉雜訊 然後一個是取特徵這樣子 取這個訊號裡面比較重要的特徵 然後它就會 整理成 x跟y 這樣子 那它的y就是 因為它要做這個time series 所以它的y就是它的下一步 這樣子 好 然後 做這個inference 原則上 就是一樣 把剛才的程序其實在走過一次 只是沒有 沒有這個training的過程 那 它就是用 inference 然後 我講一下它paper裡面用的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說 它第一個是有用process的pyramid 然後有用work piece的information 然後我列在這邊 就是它有用的 用的一些特徵 那 這個我還可以解釋 就是說它可能是 一些 轉軸 或者是 跟時間相關的一個 一個差值 這樣子 就是 後 它在觀測的時候 在三個維度裡面 去看它 可能是震動的訊號 或者是 扭矩的訊號 然後去看三個維度裡面 它的 時間差值 然後還有 feed 這個wrap這樣子 那這個比較是process的pyramid 所以它控制的 在控制的controller裡面的一些控制項 那後面這個老實說 我就不是很全然知道它分別是什麼 但是 我相信可以想像就是說 它有一些指標去 應該說有一些feature去描述 某一些材料的 張力 或者是它的硬度 等等的 就是 去描述它這個被加工工件的一些特徵 可能是它的 導熱性 那其他的 老實說我就 也不是非常了解 這樣子 那 除非這個每一個都去 都去Google 那我想可能就 就可以知道多一點 我想 它就是用了各種可以描述 被加工工件那個物件本身的物理特性的一些feature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它 有使用的signal 就是這個叫做扭矩 這樣子 然後它的理由是說 用扭矩是一個比較 成本比較低 雖然它的這個 描述特徵的 能力不是最好的 但是因為成本比較低 所以它使用了這個 這個signal 因為實務上我們可能會 比較直接想到的 可能是電流電壓 或者是 加速龜的 vibration 等等的 不過 anyway它就是使用了這個 這個signal 那 假設我們在一個process裡面 就是做一次process裡面 它收到的訊號 事實上 從它的觀察裡面 好跟壞 好的跟壞的 它事實上是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差異的 那它會去做 剛才好像有同學有提到 就是說 診斷的這個process 收完以後 那它事實上是有做這個 time window的 time window的切割 那 一方面是為了產生 sample data 那一方面是 就是為了要做比較多的 因為通常這樣子的資料可能不會太多 所以 它把它切成 按照這個 按照這個 時間窗格切開來以後 它可以產生 產生sample 對 然後另外一個 應該就是 它可以去建立 不同的 時間段的 好跟壞之間的 一個relation 這樣子 所以它就用到了 剛才我講的 前面的 condition的資訊 然後 這邊 它就會 再去做 做 這邊 這邊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HHT 就是它剛剛講的 這個訊號 它就會去做分離的動作 分離完以後 它就會把前三個 指訊號 它就直接丟進來 然後 所以它這邊就沒有在做什麼頻率的一個轉換 然後就再丟進來 做 就當做它的x 對好 然後這邊是training的過程 所以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它 它就去做資料的整理 那它主要的特徵就有兩種 這樣子 一個是signal的 signal 經過HHT 處理過後的一個資料 那一個是它的 特徵資料 然後就去預測下一段 下一段訊號的資料 就是 然後去看 看到底是好還是壞 然後這個是它的 hyper parameter setting 然後 它的paper沒有提 它用幾個layer 所以 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 那它就只有說 它一個layer用64個node 那abmiser是用adm push 所以這是 大概是status of r 的abmiser這樣子 所以就還蠻合理的 然後 因為這是一個 regression的問題 然後所以它用msc當作 當作它的 loss function 好 然後這邊就是 它的collect data 然後它有四個 它有四個 tool machine machine tool 對然後我 解兩個 然後就是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去搜 搜它signal的資料 然後以及它這個working condition的一個資料 然後它每一個 每一個加工件呢 就是它分兩個segment 然後去看 分別做兩秒 然後total是四秒 這樣子 那一樣它就是 做了這個 抱歉 這邊有 這邊有答案 它實際上做的時候是123456789 它做了 等一下不對 這個 做了八個 八個 對對對 它做了八個 就是 HHD的一個分解這樣子 好 然後 它驗證的方式 它就用cross validation 去做驗證 然後 如果不知道cross validation 某種程度它就是 在評量這個 一個prediction model 未來的正確性的一個機制 就是它把某一度份的 答案蓋起來 然後去看這個 最後預測出來的 結果好不好 這樣子 所以它把 它就用三個tool machine tool的資料 然後 然後 然後用 用其中第四個machine tool的資料 來做 來做 結果的一個評估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邊呢 可能就是 稍微要說 這個抱歉 因為 然後也很巧的是 它這邊paper 其實也是用 R square 在用 再來 評估 然後它也沒有benchmark 的其他方法 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我覺得 因為 感覺 聽眾很多專家 然後 我就先回答 這樣子 因為 這邊我也是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它好像沒有跟別的方法比較 然後 R square Average的R square 是 0.78多 就0.78點多 其實你也很難說 它是好還是很快 這樣子 就是 但是它就是用這個方式去表達說它這個 這個 這個學說的 它這個假說的 效度 這樣子 那 不管它用 這好像比較不符合 就是過去我們在 在讀這種paper的 一個習慣 那 but anyway 就是 它這個結果就是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所以它這個 這篇paper的貢獻就是 原則上它使用 HCET做訊號處理 然後再來它考慮了 加工工件或者是 Recipe的一些特性 所以它希望可以做少量多樣的 再來就是它用 LSTM 去做這個 Revinding Useful Life的一個 這個是它的 contribution 那 Future Work的話 我自己想像是說 這個大概 這不算它提的 但是我會好奇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 Raw Material直接丟進去 是不是有機會也做得不錯 這樣 因為 也許不用透過HCET 因為現在 機器學習 某程度它的趨勢就是有點 在濫用資源 然後 比較暴力的運算 也許 performance 這個 乘數加深一點 也許feature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抓得到 這樣子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 我們有Predictions 的值以後 我沒有辦法把它 納入這個 scheduling的 過程當中 這個可能是一個 在實務應用上 會比較有 比較有意義的 一個application 好 那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一位同學問 機台在收集資料前 是否有先確定它的 穩定性是否適合使用者需求規範 使用者需求規範 使用者是誰啊 使用者需求規範 這個 這個 使用者 還是 OK 問有沒有在 文太的時候收集資料 OK 我先 假設使用者是 是指工廠的 user嗎 然後 然後 這個 說實在這個問題 我大概也只能相信他 因為他這邊是 是沒有 沒有特別提 那 他當然 他當然某種程度 就如果他 都是真的的話 他應該要先 確定他的 合理性 或者是 效度 這樣子 對 這個 這個問題我比較難回答 那一般 sensor 每秒 都是幾筆資料 幾千筆資料 OK 這個應該是 補充說明 這好像不是問題 那是 師志學長的補充說明 對對對 這是蠻合理的 就是說現在 好一點的加速規 就是 對啊 就是可能都是用 mini second 當作 當作 那個 基準在 做單位 這樣子 只是說這麼大的資料 你也很難分析啦 你還是要當sample 這樣 對對對 對那個學長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這樣的model 做出來了以後 他真的可以用在 production line 上面 去predict 他的下一次的 maintenance的 schedule嗎 這是我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拿到的是 他實際上運作狀況裡面 某一些timeslide 所抓出來的一些相關資料 然後去找出他的一些規律性 然後找出他的一些future 那 但是他的即時性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子 因為剛剛提到有那個 什麼HHL 是吧 還是什麼 那個transformation 看起來要花一點時間 那這些東西如果它是一個time series的東西 我們做出了這個model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能夠 在適當的時間能夠有一個highlight出來說 有什麼樣的狀況然後準備要做maintenance 那看起來這個model做起來以後如果真的可以這樣子做的話 那他的 回歸到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他的收集資料的 的時間跟 他的time series的interval 應該是什麼樣子一個狀況才會是正 比較真的可以去predict說 你predict了出來以後 然後 作業的人還有時間去做shutdown 然後做真的去做一些maintenance 因為這個時間太快了嘛對不對 你可能你這個decision出來 可能一下子他這時間就過了那個機器就掛掉了 所以這個實際上的應用上面 不知道你有沒有 什麼樣的想法 這是好的model沒有錯也是很多 業界尤其是加工 加工製造 或是 機具的產業他們很希望有的東西但是 從即時性上面來看的話不曉得有沒有什麼建議 OK 不過第一個是 您才是學長 OK 那我 因為你這個問題是超出了這邊paper的那個 那我的回答可能是這樣 就是 因為predition終究是 是有variation 就是你 他終究不是一個定值嘛 就是我們都是在猜測未來 所以第一個你還是要確定說 現在我們對於這個model裡面不管我們做cross validation或者是 做這個 真正的有時間相關性的這個 validation 那我們已經驗證確定說 他的 MSE 或者是說我們把它換成分類的時候他的準確定都 準確確性大概都在我們 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這個變異的程度裡面去取 就是實務上應用可能去取一個假如說我預設接下來可能是一個小時好了可能就快要壞掉了可是他可能正負15分鐘那我如果要保險一點我就call15分鐘我就先就先修這樣子就是 這當然後續就有看你要怎麼樣做decision的一個問題就是你要怎麼樣風險管理你要怎麼樣就是你願意拖久一點然後慢一點修但是 搶就是賭一下這個這個我覺得就是可能是user可能像剛才講那個user他可以去他他屬於他可以控制的參數 不知道我現在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了解了解了解那因為這這個都是實務上運作上面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 其實我們也都一直在struggle這種事情就是 當然有很多好的model建起來以後但是他即時性可以怎麼樣發揮效用 這個都一直是我們的一個蠻大的要加舉的問題 謝謝你分享 我相信這邊應該也有一些research 所以也許也找得到相關資料 好謝謝 那個學長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呃剛剛在談那個他的那個cross validation就是在算他的 一個誤差 做model準確度的時候 我想請問他算那個 預測的時候他是 時間單位是什麼比如說是正常比如說每分鐘每秒還是每天 然後他是拿比如說比如說前面15個時間 預測第16個時間 就然後就是他的 預測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 他是拿預測值來預測接下來的時間還是他每次都拿 那個 就是他詳細的驗證方法可以再說明清楚嗎 是 我看一下 第一個是他收集的資料他是有actual value的 所以他 呃估計是把把四個machine tool 他分別都有從好然後run到壞掉的資料 所以他大概會知道說他在不同的 呃不同的時間段大概還可以剩下多少的 這個 remaining usable line 然後剛才這邊講的應該是比較快一點 就是他是預測 下一個時間時間段的signal的feature 然後他有一個方式去計算 呃他的剩餘壽命就是 因為他他剛才 在 就是他他事實上可以發現說 好跟壞事實上他在訊號上面的 表現是不太一樣的 那他有一個stress hold 但是他配本沒有說他stress hold是射多少 他就去計算說 他下一步預測出來的 的這個值跟stress hold還差多少 然後 呃再轉成時間 因為剛才我們這邊有切這個time window 他就從這個距離 然後去去換算成時間 這樣子 然後換算成時間以後呢 他再去跟他的actual value 做平對這樣子 OK 不知道有沒有在 解釋到你的問題 所以他是一直預測 剩下來的那個 arrival port time 這樣子 然後一直 更新他的預測時間 然後跟實際值的誤差 這樣說對嗎 他可能沒有一直啦 因為我相信他應該這個 資料他不是實時的做 就他應該已經 他已經把資料都收好了 但只是蓋牌蓋起來做 一樣的 假裝他real time 但他應該 應該是一定沒有real time 謝謝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問題呢 這個資料會不會太少啊 做那個 深度學習資料要夠多才有辦法做得比較好的效果 應該是說他這個machine tool很少 可是他切time window以後 應該可以深層比較多的效果 但是你看 你正好放這張tot影片的時候 仔細看你上面 這張tot影片上面那個方框 sure number 123 才三個sure number 到底為什麼只有三個而已 然後actual value 52跟40 你可以看到只有三個 但感覺有點慣 那底下呢 是你的那個schema number 所以 我 就是直接上覺得好像偏少 那為什麼深度學習的資料需要夠多 各位可以想想看 像 我們 在 中學學到的 線性 系統 線性方程組 如果線性方程組 你的變數 不多 你的方程式不多 你就不需要那麼多的 那個方程式來解 那 那個深度學習因為太多層了 所以他其實弄出來很多不同的方程式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資料才能夠滿足 才能夠求出來 所以我這邊看到你的資料好像 有點少 然後用到 老師我稍微說明一下好了 因為 他沒有特別show training data用的數目 但是他這邊是在做驗證的時候 用的 所以他看起來會比較少 這樣子 那 因為你這邊是寫 cross validation schema 應該看起來應該是分四組資料 然後拿幾組來 拿兩組 一二三四 training 這個好像要跟 喔 是一二三對 譬如說 Siri number 一二三 然後三個來 來training 然後一組來測 所以資料量 反正不是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說 他驗證的 當然他 他驗證的數量是偏少 但是 我會理解他的training的數量 可能不是像 這邊這樣子看到的 就是說 而且另外一個 譬如說 不是說看最後 是看 你預測每一天每一天的結果 他只有 就跑出一個數據出來 然後 仔細想想看 好像有點怪怪的 他 這次時間序列資料 他是 他是類似 環動 預測 所以他不可能 只有一個 時間出來 難道這個時間是 很多時間加在一起嗎 那就 有點 說不過去 因為 呃 那這時候 我們就不能算他的所謂的 那個 軍方渣什麼 等等之類的 所以 他沒有放 他沒有說 他有幾個時間點嗎 就是他的窗格大小 他沒有特別提 那這個 但是我先解釋一下 那個training的 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樣看 是他在做 驗證的 cross validation 我覺得他這邊這樣子 可能 跳了一步 就是我理解他 那他 第一個是資料量的問題 就是說 他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Toral set 就是training set 他應該可以整理出 非常多的training data 才對 因為 這塊是沒問題 Close validation 就這樣測的 也就是他把資料分成四組 然後呢 每一次一組拿來test 其他都當training 所以 每一個 分成四組 每組都會做到test 這是對的 只是我有好奇說 他資料量到底多少 為什麼出來的結果是 HU貝爾不是說 呃 跟Petit 跟Petit貝爾不是說每天 怎樣怎樣或者是 Petit貝爾是總和還是怎麼樣 都不是很清楚 這是我也蠻好奇一點 左邊這塊是沒錯的 Close validation 他分成四塊是沒錯的 他可以分成十塊都可以 那但是 是 他沒有告訴我們說資料量 然後 老師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好請講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我們從前端在收集 其實那個資料本身是 Streaming 就像剛剛那個 市智學長所提到 他可能 一秒鐘 Sampling的這個 部分 可能有幾百個到幾千個 Sampling的 Value 然後 剛剛我們看到不是有很多那個高高低低的那些 Curve 等等 那個可能是在可能一秒鐘裡面 就已經產生了這些相關的東西 從不同的 Sensor 收集進來的 所以在一秒鐘裡面 基本上他可能會 這一秒鐘他收集一次 變成是一個dataset來 Train 這個 LST model 下一個一秒鐘的資料也是把它拿來Train 但是他Train出來結果 Predict的東西是 這一秒鐘 裡面 再往後面可能是 0點多秒 這個也是 剛剛我們一直在問的 到底Interval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他要Predict的 時間到底是什麼樣 所以從資料量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他可能是可以譬如說 像上面這個 他 有一個HO value 就第一個 你看他HO value就有52分鐘 這52分鐘裡面我們可以 拿到多少一秒的 Time Slide的這樣的一個資料來做 這個model的training 所以 所以 我是這樣來看 他是用這些資料來Train 這個model的 另外一個是 這篇paper確實他在 驗證上 是比較多可以攻擊的點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可能 也 大概也只是這樣 OK 所以這篇paper上面 他並沒有 所謂的 實際上他跑出來這個model 然後出來的 資料的結果還是 他怎麼sample這些相關的部分 也沒有 他只是講方法而已 對不對 應該說他出來以後 他就summary OK 看得到summary 他也沒有 Urgory能夠是 Sherocode的部分 是不是 對 Sherocode也沒有 OK 不過可能 因為這個 他就套這個 這個frametwork 可能 也不太會有什麼sherocode 了解 謝謝 好 其他同學有沒有任何問題呢 OK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我剛剛的問題是右上角這一塊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同學在報股票預測 比如說 我們 這邊感覺上就等於說 100天之後的股票多少 然後 但其實我們是希望說每天每天這樣出來一個結果跟預測 就真實的跟預測然後比較出來 那才能知道說他的誤差值多少 但這個很籠統一下給你五色 你不曉得五色怎麼來的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那一點 也許我的觀點不是很正確 好 其他同學 有沒有任何問題 我有問題 我覺得從這個result裡面好像沒有看到一個 預測值的比較 就是他的準確率 他預測的準確率到底 到達多少 大概只有看到預測值 因為這是一個回歸的問題 所以他是用MS1來比 那當然這個 他最後的說明就用R2來解釋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篇論文比較薄弱的地方 這樣子 一個當然就是說R2到底多高叫好 這個 就沒有標準的答案 但是你也可以說 他可能 70% 就叫做有解釋力 這樣子 這個 我就當然會同意你的看法 那這篇的話 這樣子的意義是 對 對最後的貢獻 會是在 貢獻的話 是 你可能可以理解為說 我們可能有一個機制 可以幫助我們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判斷說 未來可能在某一個時間點 這個機器會壞掉 那我們就可以提早 來做這個決策 就我們現在是要停機保養 但是我應該要hold一陣子 把現在這個單做完 再停機保養 所以他 後續的application 就 就 比較有機會是像這樣去做延伸 這樣子 那當然第一個要先 確保這個model 是準的 或者是夠準 這樣子 謝謝 是是 OK 他沒有東西要補充的 好沒有的話我們就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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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國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有看到了 OK In the early semester We had talked about that We are going to Give some discussion about Mati 我們這學期一開始之後提到四個目前都蠻熱門的包括多目標問題 然後高維度問題,多限制條件問題,跟GPU問題 因為我們調整上課方式,所以很多東西都還沒有來不及討論 我們就把多目標的部分結束掉 關於多限制條件問題 有個博士生在上課有一個報告,如果用我來做報告,我想應該給各位一個概念 如果下個禮拜有實用的話,我們會進步到怎麼用GPU來討論 關於高維度的問題 你可以使用GPU去測試高維度問題 所以我們會避免高維度問題 那多維度問題 可能因為我現在正在玩GPU 多維度的話其實對GPU來說不是很難的事 所以多維度不過我們就跳過去 但我們下禮拜會有時間進到GPU 然後我們會談談深入地域 包括CNN STM 我們還有一個演講 對,六月十二六點半 六月幾號 六月十二 六月十二,講者要講GAM 對高深入網路 那是深入學習目前也是蠻熱門的 所以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記得要來聽 好,那另外 另一件事是 可能是很高的 很多的學生學生 他們會帶這題 因為他們有這些問題 但是 其實 所以 如果 你 如果 你 你 可以用這些 訓練 不然 用這些 學習 另外 我們再補充說明一點 就是 這學期有很多同學報 深入學習的 包括 可能是 也有 包括 LSTM 這個可能比較多 那其實 那些 只要有 Source Code 你就可以用來解問題 所以感覺上不是那麼具有挑戰性 那我們先是在做的一塊就是 我們把 那個 那個什麼 主架構 一樣的概念 但是我們把 那個 We would We use our so to replace the gradient descent method 那我們用 我們的 so來 換掉 T2下動法 then you can see that the gradient descent method t2下動法 sub by all method 然後 你們就會發現說 那種 T2下動法 其實可以很容易被決定 用的方式 however it takes a long time yeah that's true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run to have the result but the better the result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ng method 那需要訓練時間會比較長 用數據model訓練出來的時間會比較短 可是呢 用我們的 螺絲因算 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方式會比較長 可是呢 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各有取捨 好 最快的問題 就是 弄沒的話 我們就進入到我們的 那個 model objective 的部分 before that we need to see we need to see some major index before that 我們首先看一下那個 測量的 那個指標 我們要跟別人比較 好壞 我們必須知道說拿什麼來比 比如說剛才同學問說R-square 或者是用那個 AQC but in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for problem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do that the first one is called general distance this concept is very simple 對 我們 ok hopefully you still remember what is the parietal front and what is the local domain 我想大家還記得 可能時間有點久了 什麼叫做 parietal front 另外一個是 區域 廢靈架期 那 if this is the parietal front this curve and this area the local parietal front what's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fronts this one is local that means it is not global that means it is not really not true parietal front 那各位看到這邊呢 我們叫做區域 呃 呃 呃 區域 parietal solution 代表說它是地區性的 而沒有百分之百正確 它是 global 那它出來的線呢 會跟 this curve should be close to the true parietal front or we can call this true parietal front the global parietal front or the global parietal front or the global parietal front and the other one we normally we call it a local non-dominated solution set 那這邊 左邊這條曲線它有不同名字 包括真的 柏拉圖曲線或者是 呃 全域柏拉圖曲線 右邊的話就是區域或者是得到的 好 那我們基本上呢 我們找到之後呢 我們要去量它的距離 so we coun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se two points this is the point in the local non-dominated front and this is the nearest point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front and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hese two points we call that DI 然後這兩個之間最短的我們叫DI 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anual index in the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那這個呢是叫 general distance 它是很重要 在那個動目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so actually is something similar to the mean in the stochastic 它其實呢有點像統計學上的那個平定值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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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 spacing such that the this front this local plateau front is close to this true plateau front 那我們希望說那個曲地值越小一點好 因為希望這兩head線越近也好 但是 另外 however in another way we hope we hope this point along this curve diversity as much as possible 我們像說 我們得到這個曲線上面的點呢 As we know, there are infinite points in a curve. 我們知道說在一個曲線上有無限多個點, so it's impossible to find all infinite points. Therefore, we use some points to simulate this front, and we hopefully these points can be diverse, can along this curve diversity. 我們希望說這些點在這個曲線上能夠分散越多也好。 所以這個是看集中度,這個是看那個曲線的diversity,分散性。 However, these two index is not good enough to tell you always go a bet. This is one of my walking paper with the double shoot. 這是我跟那個蘇柏,應該下禮拜應該可以投出去了,對吧蘇柏。 我盡量。 OK. Yeah, we use two index to measure how good of algorithms. We use the GD and the one is space. GD is not the space, spacing. And this one is GD. We use these two index to measure. And we compare two state-of-the-art algorithms, including the MOPSO and NSGA2. By the way, you can see that we have eight different MOSSO. That's the algorithm we propose in this paper. We want to tune the parameters. The parameter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how to tell which components should be included, and which components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s also very important. I'm going to show you another example to tell you that You can see that camera? I think you can see that camera? Python camera? Hello? 可以可以 Yes. This is called in Python, 其實這是一個計劃的 找到的 mean, the mix mark the minimum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result obtained from our algorithm We use that to tell which one is better Let me show you in this one The first number shows how many how many generation number we use in the algorithm 前面第一個數字代表說多少代 Now, from here, we can see that? Yes We have 54 is the best one among 9 different algorithms Sorry, there's a runtime We should compare with the G-best The final G-best The G-100 is still the best one The number is 8.3519 That's the average number This one is the worst case This one is the best case So, the result is good So, in my test, I'm going to pick this number Also, we tried different capital C-G, capital C-P, capital C-W and capital C-R to tell which one is better to tune You can see here Take this as an example Right here, you can see This set has better result This is low case G is equal to 0.6 Low case C-P is equal to 0.2 And low case C-W is equal to 0.1 Low case C-R 0.1 Is the best solution we have So, we are going to use this one This set of parameters in our paper So, that's the way to tune the parameters So, we separate into Because, different parameters we need to tune So, we have Nine, eight Sorry, eight Yes, eight A, average And from this average In the beginning, I see that Oh, this is very, very good See, that's the G-D And this value is not that good However Wait, let me see Yeah, this one should be the best one Sorry So, in the beginning, when I see This result I was so disappointed to my Algorithm Because I spent Hole Spring break To Code My algorithm And the result is not good Now,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GD算出來的結果是 Nsga2最好 然後 XP值 也是 Nsga2最好 所以我一開始看到 說 傻眼 怎麼差那麼多 But There's one thing very interesting Which is that MLPSO is the worst one 那 MLPSO呢 等下我們要介紹 我們很快 很快很快的 所以可能重點是 等下我們介紹這兩個方法 我們希望說 今天把它結束掉 MLPSO呢得到的結果 就確定差不多高的 它的擠都是 All solutions obtained from MLPSO are infillible Less terrible I don't know I'm surprised that too 各位可以看到 MLPSO呢得到的擠都是 非四的擠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後來我分析說 MLPSO 這個題目是整數的問題 應該說整數包括 那這個問題 包括兩種不同的 Data types 其是 Data typ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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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MLPSO It's not good to deal with Data types I think that's the reason All solutions obtained from MLPSO Are infillible So I didn't put So There's no need to count These two values 那 MLPSO得到九句 X了 因為 PSO呢 比較弱一點 我當初 我想有個同學 上禮拜還是上禮拜 有報告 有報告 So 當初確實叫 DPSO Discreet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當初居然打 那個 PSO在離上面 很弱 然後後來就 直接跳成 SSO 因為那個後面的 Because Review of my Submit Papers They think about This is a total Different optimal mechanism We should give a new name We don't need to follow The PS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it We rename it to the SSO OK So This two index shows That My algorithm is not good NHGA Is the best one However After I draw the Pareto FromProx I found that This Level 02 Level 7 On my MOPSO With different settings And Level 8 Right here Is MOPSO And Level 9 Denows NHGA2 You can see here Level 8 Nothing Because All Unifiable solutions Very bad Level 9 Should be the best one From the index You can see here And this one And this one And this one Low the beta And this one Same Low the beta These two values Are minima Among these two Colones But After I draw the Pareto FromProx I found that Wow NHGA2 There are All solutions FromNHGA2 Are all together That's the reason They have So Good In these two values 那 把那個圖畫出來之後 我才發現說 Oh NHGA得到幾呢 它全部集在一塊 所以它得到的 把它當為公式呢 會得到兩個比號的結果 所以呢 這邊是讓各位 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about The multi-objective problems Normally we will We will take this to measure To tell how good of your algorithm 如果你要做多目標 我們通常會用這兩個指標來衡量 所以 如果你碰到我通常的問題的話 也許你把那個PlatelFront畫出來 然後看它是不是真的是那麼好 OK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measure your algorithm That's another one That's invert Geral distance This one Also called the general distance 這個呢 也叫GD 這個呢 也叫GD However 你用Invert 它全面都個單字 就是Invert 或Inverted Now what's different between the IGD and the GD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different using these two pictures You can see here That's the PlatelFront to local non-dominal solutions 那這個呢 就是剛才看到GD 它是從 從PlatelFront Wait wait This one Sorry This one Right inside 這個呢就是剛才所看到的GD 所以它是從 Local non-dominal solutions 到PlatelFront 那 那個 左邊這個呢就是IGD 它是反過來 Invert Inverted 它反過來就是從PlatelFront 到 Local non-dominal solutions They are different You can see more details from these two charts But we skip that Also you can see here I use the capital F in rate 那我這邊用F 因為呢 GD呢就有三種 They are different way to to based on the GD First one is the trendier GD That's another one This one is inverted GD In updated space That's another one Which we call that IGDX 那GD就有三個 第一個呢是傳統的 另外一種是 Invert 有反過來 本來是從 Local non-dominal solutions 看到Platel 這樣反過來 從Platel 看到 那個 Lon-dominal solutions 那這個 Invert GD in decision space 顧問性呢就是 剛才是從目標的數來看 現在是從決策的變數來看 In multi-objective functions We have two spaces One is called a decision space The same two The same two y have unit in the Traditional linear algebra 那一個呢就是決策空間 也就是 所有寫的空間就到決策空間 就是 decision space 另外一個呢是得到的函數值形成的空間 那一個值沒有空間 因為 the multi-objective function they have many functions So we can use that to make a space And this space is called the objective space This one is formed by the decision space Okay Anyway Let's go to the NHG2 Okay NHG2 is most popular It's still very hot right now 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about the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The one you need to use to compare your algorithm is called the NHG2 And What's special of the NHG2 Okay The We skip GA I believe that you still remember what is GA So skip that, skip that Oh Okay Maybe Use that I'm going to show you Okay Let's watch out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A and the NHG2 Okay NHG2 is based on the GA So You can see the GA Reaction Closover Mutation They are all from the GA However 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First one Rank Population They need to rank Population Okay How to do that I think that's the The major difference is the rank population And another one is called the cloud distance I'm not showing here But We need to rank all solutions Rank 1, rank 2, rank 3 How to do that In this In the rank 1 We have five points These five points They one thing Common They cannot dominate To each other In the rank In the rank 1 We have five 五個 개� 五個 目標几號數值 這五個 這五個 現在 應該是五個 點對應到的目標几號數值 都不能超過 沒有辦法比對方還好 比如說 最上面這個點 他可能全部都比第二個好 但差一個 只有差一個 但是這個我們叫做 Lundominate 比如說第一個跟 跟最後一個比起來 一樣 他可能全部輸給他 但是第一個只強一個 這樣也叫non-dominant 這個rain 1 always better all solutions in rain 1 are dominant all solutions in rain 2 and rain 3 那意思 all solutions in rain 1 are better than all solutions in the other rains 從這邊可以知道說 在rain 1 這一組的解一定比其他還好 在rain 2這組的解雖然輸給了rain 1 可是他比其他的rain 2,rain 4,rain 6等等都好 好,這邊有問題 這是難列G2最重要的概念 這是how to rank your solutions Hello 有問題 OK OK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current edit selection Now there's a problem What's the problem Because all population size is constant So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If your population is 100 The second generation should be still 100 Therefore we have one problem F1 means all solutions in the rain 1 F2 In rain 2 In the same way However We only have 100 solutions A constant population So overall What can we do Now You can see this line close to F3 So F1,F2 obviously I included in next generation to produce new offspring The problem is F3 How about F4,F5 No,just keep away Because they are worse than F1 and F2 How about F3 We need to select some of F3 Because we need to have 100 solutions How about this All solutions here How about this I belong to F3 They are non-domain to each other So we need to pick some from them How to do that They are all based on the quality Ed selection OK Um 我記得好像下禮拜 同學們有抱過類似了 從分群 分幾個ranking之後 我們 如果說太差了 我們主要是固定的 那個幾個個數 就是Tormason的數量 每一代都固定 如果說第一個ranking 如果說正好都滿足 你就不用考慮什麼 那現在是rank 3 所以它有一半可以 有一些些可能拿進來 有一些就不能拿進去 那到底怎麼決定 就是用Code distance How to do that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Croding Why we call it crowding because we want to diverse all solutions along the Predle Front 因為我們希望說 在Predle Front的幾呢 它是分散開來 不要像我剛才給各位看到的 各位看到這個是擠在一塊 這個就不是我們要 我們要是像這個曲線 這個就是我們模擬出來的 Oh there are different names Some people call Simulate Predle Front 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除了說Obertent Predle Front Simulate Predle Front Local Londoner Solutions Set 它的名字蠻多了 Anyway 我們希望說 能夠把這個曲線找出來 我們不希望其他一塊 那怎麼去把它打散呢 就是用Croding Distance 那Croding Distance 怎麼算出來呢 那就根據 就彼此相近的程度 越近的話呢 就先淘汰 OK 這樣這個B點呢 The two nearest neighborhoods of point B is A and C and C is B and D So we count the distance from B to A and B to C and C to B and C to D In this case the distance from C to B and C to D is smaller than that from B to A and from B to C so we skipped the point C 那在這個歷史上呢 在這個歷史 西點呢 它跟旁邊 就跟那內部戶呢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不能說在同一邊 距離最短 所以代表說它比較擁擠 我們可以同這個圖可以看出來 所以我們就把C 踢掉 就是Cloud distance 好 NHGA2呢 就是這兩點 一個是LINKING LINKING LINKING LINKING它有速度 Why we call it NHA2 Where is the NHA1 Because NHA2 is better than NHA So Now nobody take care about NHA By the way There is a new version of NHA Which is called NHA3 那目前呢是到第三版 But still people Research always use NHA2 Not NHA3 right now 但目前呢 還是以NHA2 比較熱門 好 它基本概念 可以從這個圖來 就是分 Ranking 解 然後 調固定的數量 來當下一代 如果說 像F3 它一半可以挑 一半不能挑 那到底要挑誰 用Cloud Cloud distance來決定 這是 NH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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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化計算的國際會議 我們實驗室通常每年都會弄個 Special Section 然後這個I3的期刊呢 就是進化計算的期刊呢 是CEC的 ECE的host 你可能打錯了 那是CEC啊 在2002年這個版本它是沒有Mutation Mutation is the update operator in GA However it was better to use in the MLP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其實很多方法到最後呢 都慢慢的混在一起 那這個版本呢也是目前大家公用的版本呢 它已經把GA的Mutation把它加進來 那為什麼加那個呢 因為GA的Mutation它的Local能力很強 用來補足MOPSO在這塊的缺點 OK What's the ratio of the MLPSO In the same way quickly go through the MLPSO First one it is archive MOPSO它有個特性 就是它有個archive 那archive是什麼 簡單講就是多一個盒子 多一個集合叫archive 那NHGA2沒有這個概念 明應該可以一zig全包括 其實你可想像成一個box 但是這個box 這個box是用來 countless local undale收尋 ifen NHGA2 他它不允許有這麼多 MFSO 可能不是出了MFSO,但它最有名的部分是MFSO 因為 它是Length的Length Length的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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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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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 och MF Length Length 它多个buffer,所以它的结果感觉上会比较好,但其实也没有这种情况。 同样的问题。 How to update the particle in MOPSO? Use the same equation, just like the PSO. But they also borrow the mutation from GA to improve their local search ability. Another thing is that how to maintain the archive. Just like the NHGA, if this solution is add into the repository, they need to compare with all other solutions. If any solutions in the repository is worse than the new add solution, this best solution will be kept out. 那怎么去维持? 因为我们说过它的大小是固定的 它就像一个buffer,一个款中区 这款中区大小是固定的 它的大小会跟目前解的构数一模一样多 但是它的解如果不断的增加的话 那这时候一定势必要被踢出去 比如说现在100个解,要加一个人进来 那不够住了,那一定要把一个解踢出去 那怎么加进来,要怎么踢出去呢? 你要能用资格被加进来,必须说 在所有的解里面你是nondomate 就不包括archive的时候呢 你现在得到的在... 比如说在PSO产生是下一代 下一代里面得到新的解会比所有的解还好 或者是nondomate,就没有人可以淹没它 它就把它踢到archive里面来 可是按看,如果说现在有100个解 那多一个进来,那变成101个解 那不行啊,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在101个解里面 看看哪几个解会被新的解所淋架 是被淋架的话就把它踢出来 如果说都没有人被淋架 而这个新的解是被淋架的 那新的解你就被踢出去 就没有这个进来 就那是the main points of the MOPSO 好,各位看一下 NHGA2跟MOPSO有没有问题 Let me repeat that Let me emphas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HGA2 and the GA is that NHGA2 has the ranking 哦,对啊 OK,NHGA2 NHGA2的全名是non-dominated salting GA 这个N呢是non-dominated 就是非淋架 就不会被人家打败 非淋架 不会被人家打败 不一定所打败淋架 它可能是两个打了哪去 两个都一样 那至少它没有被打败 然后S呢是salt 就是非淋架解的salt so the salt in GA is very important 那MOPSO呢 它就是multi-objective 没有把它的Respostry 把它加进来 所以Tunggmaker知道 NHGA2呢 它的salt非常重要 各位康里有问题 老师可以说明一下 那个offspring是什么意思吗 对不起,你说什么 那个offspring 就是你刚才在那个 那个 NASO跟那个 MOSO的那个页面 它的一个动作叫offspring offspring offspring好像是后代的意思吧 还是哪一张头里面 对 在那个 NSGA2跟那个 就你刚才讲NSGA2跟MOPSO的那一张 对,这里 它有一个offspring 就是它那个 offspring 这是后代的意思 offspring 后代 对,对下一代 就是parents 在GA它有parents 附带跟offspring 指代 这是指代的意思 不是那一代 Hello 好,小姐 谢谢 好,这两个方法是 你只要做度目标的话 都一定要用来比较的方法 否则你会觉得说 你怎么说你的方法好呢 就是要跟这两个比 那跟这两个比,比什么呢 不像那个单目标 单目标是我比大小 我得到是009 你职业得到是0.9 我们现在如果大的话 比大龙 我的方法得到009 我职业得到0.8 我就可以 零你的 你比大小 这种情况 问题是东目标的话不能比大小 因为它可能有两个 比如说 都没有,比如说两个目标就等于效果像两个骰子 但是不能加一起 就分开算 这个骰子丢到一点 那个骰子丢到5点 那人家丢过来都是2点 那是谁没办法比 所以就有所谓的非零价钱的情况出来 如果可以比的话呢 那可以比的话 有没有可能可以比 可以,如果说 我一个骰子丢1 一个骰子丢5 如果说你两个骰子丢6 就像我们现在骰子不相加是分开看 你两个骰子丢6 然后又比大了 你两个6一定超过我的2跟5 所以我2跟5就被你打败 所以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比 但是很多情况都不能比 所以不能比的话呢 那那么多骰子怎么办 所以我们都把它画曲线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曲线呢 叫做Platel手续型 就我们之前可能 好久先介绍了 可能各位有点忘了 或者是 好 各位看看有问题 那 都没有两种解法 一种是最简单的就是 定义单一目标 那总定义单一目标 用权重法 就每个目标全上的权重 然后加在一起变代目标 或者用模糊理论把它变代目标 那但是这个已经比较老掉牙 比较少人玩了 那现在玩的就是玩这种 可能都搜寻 就一出完了一大堆 一大堆极 那它可以画个曲线 那这目前比较流行的 好 各位看看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刚刚讲的三种GD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选用 这三种GD 然后另外就是说 就是 是不是有一种单一指标 能够同时看 就综合GD 还有它的Distance 就是这样子 是没有 所以有人想要创一个新指标 这个就是把GD合在一起 但是 目前也不是大家公认的 这是2018年提出来的 大家也不认可 不是说 大家同意 只用这个 所以才有那么多不同指标出来 也不像 为什么这样子 不像因为单目标 直接比大小 没什么话说了 你比我大你就赢了 你比我小你就输了 可是多目标不是这样子 多目标的话 它点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比说 我跟真实的解集中度 我跟真实的解多接近 然后我又多分散 所以要看两个趋势 而且这边还有个问题 我可能刚才没有说到 就是 这个 Global怎么来的 或者是True Pareto Front 对不起 我的花束死掉了 又回来了 东西 这个 True Pareto Front 怎么来的 How to get this True Pareto Front Oh We call that Global Pareto Front Actually They are all obtained from your non-domain solutions And then Field out This solutions Not be dominated by others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个曲线怎么来的 我们通常呢 会 跟其他流行演算法一样 我们可能 比如说我写SSO 我势必要跟GA 或者PSO 这种Stale of R的比较看看 那这样的话 有三种不同演算法 那三种不同演算法 得到的 那个 个别得到的 非凌驾解 就 dominit 各别得到的 非凌驾解 就聚在一起 那聚在一起 再塞一次 因为你得到凌驾解 不定比我得到凌驾解 真的好 所以我们再集中在一起 再塞一次 散完之后才真的得到 这三个解中 最后塞出来的非凌驾解 注意到 最后塞出来的非凌驾解 还不是真的的 而是说 从目前的手上 有种比没有好吗 从目前中 把它塞出来的 so this true pratural front or global pratural front sometimes are only these local solutions obtain from all solution you have fill out from all solution you have 通常这个都是 从你手上的 区域被人家解 再去塞出来的 好 这边有没有问题 我看到有问题 non-dominal insult and you can use the cloud salt non-dominal insult 用rank 对 non-dominal insult 就是要比 就是要有个基准 然后来比较说 我把你踢出去 或者 一个门槛 就录取大学 录取一个门槛 就超过这个门槛进来 没有超过这个门槛 就出去 那 GN呢 NHGN就用cloud distance how about the MLP so NOP also use the grid in MLPso they use the concept of grid to select or to delete these solutions mayb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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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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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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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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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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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 我們不只要把 not only show this situation you have, you must explain that too, 我們不只把現象呈現出來, 但是你要發論文的時候, 就要能夠說明為什麼, 那會覺得第一話題說, 你是不是偷作弊啊? 為什麼他會其他一對? 你是不是有理由可以解釋啊? 那在PSO, 我們就回答說, 我們就在論理我們這樣寫說, 在PSO的經驗呢, Po在離散情況真的是不行的, 所以他沒得到任何的解是蠻合理的, 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這樣, 但是我沒有作弊, 那但是NHGA2, 我為什麼會集中在一起呢? 我有信用, I also use the cloud distance, NHGA2 use the cloud distance, but I also,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y and,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my and NHA2 is that I use the response tree in my algorithm. I also use something to, I have some slightly different in the ranking. Now, but the point is that, NHGA2, they use the elite selection. 那為什麼他集中在一起呢? 因為NHGA2呢, 它是用基因選擇法。 什麼叫基因選擇法呢? 也就是, 他把老爸跟兒子, parents跟 offspring, they all collect together, and select the best found name, and to make the F1, F2,F3, 那這個有個現象, 就是NHGA2呢, 跟基因, 一樣, 他用的是, Ga有一個叫, 選擇器叫基因法, 就, Elit, 有一個叫Elight, 就叫Elit, Elit Selection, Elit Selection呢, 就是把附帶跟時代, 我全部混在一起, 然後最好再挑出來, 那PSO跟SO, SO不一樣, SO是有家族的, 你家, 你的兒子可能不行, 可是你比老爸行, 那就夠了, 但是, 基因法就不是這樣子, 老爸, 老爸,兒子, 全部都抓出來一些, 所以有可能, 所以他有一種, 就會造成那個叫做, 叫做, 有錢更有錢, 就是很好的, 就永遠集中在那一塊, 所以就發現說, NHGA2它有個現象, 就是有錢亦和有錢, 就全部集中在那一塊, 所以,跟你說那些本來都要解讀, 不像對我的農業的叫做, 網路生鋒, 讓我遠處在那一塊, 所以, 那些點字就是只要不同的, 哇, 哇, 所以, 我使用這製作為, NHGA2有那種有 All update solutions are together together 好,各位看看有問題 就是我主要 我在論文來解釋這個現象 我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比較重要的那個點就是 可能EDIY的關係 我個人推測EDI的關係 其實如果 如果要真正的做下去的話 要把EDI的部分 如果說 一個review很用心的話 或者很激迫的 那叫我說,欸你把GA改成 你改掉改成那種你在MOSO做的一樣的選擇方式 看是不是有改善 如果有改善代表說經營選擇法在這個問題上是不適用的 這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好各位看看有問題 所以隆隆重的我們今天把MOPSO還有NHG2這兩大 論文的 演算法介紹了然後 給各位看說你真的做這題目的話有幾個指標 要拿來衡量說誰好誰壞 然後萬一碰到一些現象 指標出來的結果跟實際情況不一樣 那怎麼去解釋 好有沒有那個問題 Hello 老師有個問題 請講 老師你剛才提到說就是在那個 就是用SSO的取代在做那個 Deep Learning的時候取代那個Gradient Design嘛 那那個Gradient Design它在背過 在背過的時候它是一個個去 算Gradient 那我們SSO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是 它是全面性的去做Ardemization 還是也是類似 那個背過 的時候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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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變數一個變數去做規點 OK 其實我必須要承認說 當目球也只能我們只有把 我們只做到神經網路上面去 神 就剛才講的 人工神經 我們把Nineward的T2消耗法整個去掉 用SSO來做 那神經網路是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它的變數比較少 那像CN的話 它變數太多了 而且呢 我們現在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辦法掌握到 那種GPU 為什麼 深度學衣現在出來 其實那種概念早就有了 只是 機身能力不夠強 那GPU出來之後呢 他們就搭了赤風船 所以深度學衣就強起來了 那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也可以做 我們以前 打敗神經網路 現在應該可以打敗深度學衣 我們打敗神經網路的方式呢 是把 它的T2消耗法整個法丟到一邊不要 用我們的SSO來調權重 當然你可以用其他的 那個模型能力方法來調 那深度學衣我們也想這樣做 包括CN 包括 我們今天報答RN或者是 那個 LSTM 甚至將來GAM也想這樣做 但是 目前 碰到問題是 它的變數太多了 所以其實這個海膽沒什麼問題 但是 我們現在已經掌握到GPU的技巧 所以 我想應該很快就可以切入到 來到 至少先把吸引解決掉 嗯 了解 謝謝 好 謝謝 他們其他同學有問題了 歡迎對 歡迎有興趣同學 可以做一下這一塊 那我們現在才敢做這一塊 是因為我們已經掌握到 GPU的SSO了 總共的SSO可以在GPU上跑 如果不在GPU上跑 那速度會非常慢 嗯 這樣就比沒有意思 這樣就比沒有意思了 老實跟人家說 在GPU上跑是把 把SSO的一個 population 放在一個 就是 做一個分散的一個單元嗎 應該說這樣子 我們今天時間有點短 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 可以平行處理 可以平行更新 傳統的SSO是在 Series的電腦上跑 一帶 一帶 第一個節 然後第二節 第三個節 第四個節 可是在平行電腦的話 我一帶就全部 全部更新完了 所以速度快多了 那 生理學習呢 它基本上是架構在 Tenderflow上面 也必須 架構在GPU上面 所以它還能夠平行處理 才能夠 處理大量的資料 那或者生理學習要處理大量的資料 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們在線性系統裡面 你的線性 你的方式太多 你必須要很多變數才能那麼減 我就反過來 所以它需要很大量的資料 因為你的資料太大了 OK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同有問題的 就歡迎各位加入這一塊 這塊 我們當初打贏過AN 那現在應該有機會打贏深度學習吧 那我必須強調一點就是 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我們在AN上面跑的 時間也是比較長 那T2相當法呢 是很快 因為它是一個速度的公式 你把東西丟進去 它就把你算出來 那深度學習不一樣 深度學習 我們可能一開始有說過 其實難題點就是 亂槍打鳥 可是它是有系統有規則的 有秘訣式的打鳥 所以不是說眼睛蒙著打 所以它最後還是打到鳥 而且這個鳥打的機會蠻大的 而且還不錯鳥 可是如果說有深度學習 如果T2相當法 它其實有套公式 那公式是很快 但是它也常常掉到LOGO TRAP上面 就是區域性的裡面 所以有機會贏過深度學習 好 有沒有 其他問題 沒有到我們今天就到此結束 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課 好不好 好謝謝老師 OK好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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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